当初坚持嫁51岁男人的她,如今被传婚变,张,我现在只要事业有成。 说起来大家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应该,在当初非常火热的选秀节目《超级女生》,而当时她可以标的一首《好高音》也是令许多观众而由此记住了这个女孩。 如今张静颖已然不再是当初那个楚出茅庐的小女生,而如今的她在娱乐圈甚至是科坛里都是一个有名气的歌手。 而与男友的《爱情长跑》最终也在张静颖的演唱会上步入正轨,两人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就可以说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应该是多少人羡慕的。 而最近出现在机场的张静颖看上去却是一脸憔悴没有精神,反而还看上去忧心忡忡。 不少网友看到后知乎当初那个火力自社会飙海豚音的女生去哪了? 怎么结了婚就完全变了个模样? 而有知情人士却透露出张静颖自从结婚后两人的感情并非外人看来那么便宜,相反两人甚至一次将要婚点。 而就是这样的猜测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不少网友表示这结婚猜不到一年怎么快就经不住考验了。 而要说起两人是如何相恋的,这得从两人与2004年相识说起。 当初张静颖与冯科经朋友介绍并很快的确定了关系,虽说当时的冯科是结过婚还有过孩子,但是因为冯科与妻子的感情并不好。 然而就是这样的条件下,张静颖还是毅然决然和冯科在一起了。 而当初张静颖参加超级女生也是冯科全权当经纪人,有的人也说是她造就了现在的张静颖。 或许也就是这样的因素张静颖最终决定嫁给这个比自己大18岁的51岁男人。 虽说两人的婚姻并未受到张静颖的妈妈认可,但是张静颖也似乎下定决定要与这个男人共进退。 然而如今33岁的她多次被传婚后不合,甚至就连机场的照片都被指示因为婚姻不幸所导致的气色不佳。 但是这条路毕竟是张静颖自己一个人选的,而她也似乎知道外界对她婚姻的不看好和质疑。 而面对网络的种种猜测,她也只能说,只要事业就好。 如今的她再也不是当时青涩的小女生,亦然变成了一个女强人,而她也一直在否认感情出现问题,也十分感激自己的事业如今能够发展到现在。 而有部小网友则表示,当初不听妈妈的反对如今后悔也来不及,如今变成坐在豪车里哭的女人还被传出婚变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